你们知道这个眼神呆滞的爸爸经历了什么吗 他的妻子成了丧尸 手里的孩子是他现在唯一的希望 更可怕的是 他的手臂也被咬了 孩子小小年纪就要失去父母 他该怎么办呀 这个本该过着童年生活的孩子 却出生在一个丧尸爆发的年代 你说倒霉不倒霉 但是这个父亲很坚强 为了不让孩子哭 他给孩子递上玩具 孩子不哭了 父亲的眼神却满是忧愁 因为他要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拿起一个地图 开始在地图上寻找要去的地方 然后把目的地写在自己的手臂上 以免自己等会儿病毒发作了 找不到方向 父亲背着孩子就这样出发了 他们跨过森林 周围是嗷嗷大叫的丧尸 他不能被这些丧尸所打扰 只能快速向目的地前行 在路上 爸爸捡起了一堆腐肉 这是他在后面可能要用到的东西 后来他们来到了一个废弃房子附近 这里的主人早已不在 孩子又开始嗷嗷打了 父亲找到桌子上的玩具 递给孩子 但孩子依然大哭 他只好又拿起桌上的一个打气筒 将一个气球送给了孩子 孩子终于不哭了 他又能继续前进 可没走多远 父亲就支撑不住了 他体内的丧尸病毒已经爆发 痛苦蔓延着他整个身体 但他用最后的力气 抓住了手上的木头 因为他要完成最后一件事 他把腐肉掉在自己的前面 在自己变成丧尸后 他还能继续前进 这就是一个父亲的伟大 孩子在父亲的带领下 终于来到了安全区 这里住着其他的幸存者 一个男人在房顶发现了他们 开枪击杀 等几个人来到父亲面前 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丧尸 女孩看着这个腐肉和这根木棍 百思不得其解 当他正准备离开 婴儿身从他背后传来 他难以置信地来到尸体面前 找到了这个幸存的婴儿 婴儿的肚子上还刻着名字 他明白了 这就是一个父亲在临死前做的事 后来他们把这个婴儿收养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埋掉一个丧尸的尸体 因为这具尸体在他们眼里不是行尸走肉 而是活生生的腐癌